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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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滿好球迷真的很興奮 尤其是在疫情之後 對阿 你看大家 從樂隊 到大家口叫頭髮脫下來的應援 對 那我想這次大家應該是很敘事待發的 想要把所有的力量送給中華隊 對 一起前進東京 音樂的特色來講 這幾年 應該說最近十年來 其實大家在中華職棒的組場 常常會聽到就是電音的音樂 對 可是我們在每一次的國際賽 還是很堅持就是說 我們有做更久更傳統的 這個就是吹奏式的音源 對 那除了就是說 我們可能是繼承傳統之外 那甚至我也認為 我們是把這個東西是做得更好 更包含光大 所以這次樂隊的表演非常的精彩 讓他們也會用他們最好的熱情 最好的力量來為中華隊的加油 這次請了編曲的老師 有把做分部的部分 那小號就分成兩個聲部 再加上長號總共會有三個聲部 的一個合奏的感覺 那跟一般我們在應援的時候 只聽到單音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我想說 在國際賽所做的一個特色這樣子 那旅外的部分的話 大家因為也就是第一次練習 所以他是會花比較久的時間 來做一個排練 那如果是chance曲的話 因為這幾年我們各隊都蠻重視 在進攻中的chance 所以chance曲的話 各隊都是出一首chance 那大家會覺得 衛權龍隊的刺詐雲霄 會比較困難一點 然後富邦的強悍初級呢 因為第一次由樂隊來演奏 他也必須就是吹得跟定音一樣 也是稍微有難度 成員的組成就是來自於 各大專運校音樂系 還有就是有吹過球賽的宗旨 他們的應援團的樂隊 那還有就是喜歡看棒球 然後也有一點吹奏才能的樂手們 那他們利用一些時間 然後將我這邊編好曲的 應援曲來做練習 那我們這一次總共有18個樂手 那總共分成三個聲部 每一個聲部就六個人 然後再配上一個爵士鼓手 也是特別為了這一次 WBC的國際賽所編成了一個 大樂隊的編制這樣 其實我們並沒有練習的時間 我們都是自己在家 然後利用已經有的音檔 然後自己練習 然後當然我們這邊 會在線上做一些細節上的討論 那我們唯一一次在現場 就是我們三與五號熱身賽的時候 我們有利用一些賽前的時間 做一個簡短的練習 那也因為大家其實都有吹奏的經驗 所以其實蠻快就能夠進入狀況的 這個倒是 是… 三、四、二、四 一、一、一、三、二、三、二、四 三、五、中、號、三、四 訓練 全都是飓了 Vivi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